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6月6日 星期四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首先有消息說今天將會公佈進一步的控煙政策 據報提到排隊期間不允許吸煙 令B商街上一邊吸煙一邊行的火車頭行為如何算好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提到各大的熱話 據報有的士司機在網上炫耀自己 連賺多少萬元 不用交稅 不用供強積金 兼且一家人住公屋 而家人更領取縱緩 怎樣的熱話 認真厲害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提到香港各大的最新時事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消息說政府研究將會全面禁止另類的煙 私下將煙分享給未成年人亦違法 另外火車頭 即是在街上一邊吃煙一邊走的情況 有一個原因難以禁止 報導的流行文提到 話說政府定下在2025年將吸煙率下降到7.8%的目標 說到去年就著控煙政策 資訊公眾 據報盧寵貿局長 今天將會舉行記者會 連同各大相關部門都會出席有關記者會 據悉 局方將會分短中長期措施 交代新控煙策略 建議具體措施包括立法禁止排隊期間吃煙 研究修例全面禁止另類煙草產品 包括電子煙和加熱煙 即是擁有都違法 令賓箱內文提到公眾關注在行人路上吃煙 俗稱火車頭的行為 當局經研究過後 認為難以執法 替代方案是立法禁止排隊期間吃煙 局方會研究具體立法框架 據知當局會承諾規管火車頭的行為 可以列入中長期的研究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消息指今日開的記者會 將會全面交代相關新法例 包括打算立法禁止排隊期間不允許吃煙 當然對一些不吃煙的市民來說 排隊期間前後有人吃煙是挺討厭的 令賓箱在街上一邊走一邊吃煙的火車頭行為 仍然研究當中 令賓箱大家都記得近年不斷加煙稅 預算按到已經連續兩年加煙稅 不過相關關注團體都說 你加煙稅未必能降低吸煙率 因為白牌煙盛行 今天記者會有機會進一步交代 如何打擊白牌煙 至於場情如何 還要有待局長和聯同各大相關部門 在今天晚一點的記者會公佈 看來未來又有新法例 另外也說說熱話 根據HK另一個報導 話說有個公屋男子 懸耀 駕駛的士 年收入五十萬元 不用交稅 也不用供強積金 一家人更加住公屋 而家人正在取綜援 不過網友質疑這個人是否吹水 報導記者提到 這個事主在Facebook群組的士司機資訊網 TES表示自己駕駛紅色的士維生 年收入達到五十萬元左右 聲稱雖然不高 但無需供強積金 年年免稅 而且住公屋養狗 家人領取縱援幫補加計 形容生活寫意 這番言論引來網友質疑 蕭言是否說你本人駕駛的 也說既然這麼好運 為何這麼多車沒人租 排價又不斷跌 也有人罵他騙政府 拿縱援 還要這麼大聲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導 奇怪的熱話 話說這個聲稱自己的的士司機 在網上炫耀自己 一年收入約五十萬元 兼請不用交稅 言下之意應該說的士司機收現金 所以不用報稅 另一邊相說到生活非常寫意 又說有家人在拿縱援 拿縱援去補貼一下新計 兼且住在公屋 但這個熱話錯漏百速 因為說拿縱援就應該一家人拿 按道理 這個士主未必能夠在外駕駛的士 認真奇怪 不過相關的熱話在網上廣傳當中 有人就拿包這個士主 甚至不知會不會去社署舉報他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HK另一的報導 話說有個講普通話的男子乘港鐵 坐在門口阻礙別人出入 阿婆上車差點跌倒 網友狠批他自私 報導機難民就提到 這個女子在網上討論區 為何可以這麼深安理得為提發帖文 上傳一張在港鐵車廂拍到的照片 就說因為想中的男子和同行的幾人都是說普通話 所以猜測對方可能是內地人 士主強調自己對內地人沒有意見 也明白他們習慣坐在地下 但就不滿對方選擇坐在車門最中間的位置 質疑他是不是愚蠢 照片可見 有一個年輕的男子背著背包 穿著雨衣 坐在車廂近乘客上落的車門位置 他掛著看手機 霸佔了不少空間 明顯影響他人出入 事主補充 男子的行為不但阻礙他和其他人上落車 當時曾經有幾個婆婆要進來車廂 對方需要從男子兩邊的空間放進來 更加因此差點跌低 所以他下車的時間 曾經假裝無意地踢向對方的書包 他形容雖然力度較輕 但認為對方一定感覺到 可惜男子依然無動於衷 事主自覺身形較為矮小 對方又有同伴 所以不敢跟他們正面衝突 只好在網上攻審 無奈地問 如果下次遇到這樣的情況要怎麼辦 有網友斥責上中的男子自私 就說我覺得不得體 有些女子又坐下又穿短裙 也都說如果我在會直接一腳踩下去 或者大大力地踢 也都說等地鐵門開了 大力地踢他出去 不過也都有人覺得根本是差別對待 就說很多外國人都是這樣 但又沒什麼人會放他們上網來罵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樣坐真的不對 另一雙事主是見證 原來有些老人家經過的時間 亦都差點被他揭替了 據報他講普通話 估計是內地女客 特別喜歡坐地下 不過你坐橫坐 是要坐在一個門口 兼且人來人往的時間都不知道 有人不斷踢一踢袋也好 他知道的 但也不會有什麼反應 依然故我 不知道各位網友若然在車上看到這樣的情況 你又會怎樣處理 另外也講講這件熱話 根據Yahoo新聞的報道 話說超高齡的52歲的女子是生女 曾經被女兒的同學笑年紀大 女兒窩心霸氣回應 其實媽媽也不老 還挺美女 說原來正正是前TVB綠葉演員黃澤峰 報導幾內問題 ViuTV節目不一樣的爸媽會集探討不同的家庭當中 父母所面對的挑戰還有困難 日前有一集邀請到前TVB藝人黃澤峰 還有他太太陳麗麗 探討作為超高齡父母所面對的困難 還有辛酸 黃澤峰和太太陳麗麗在2010年拉上天窗 其後在2019年 以52歲的超高齡生了女女王希恩 兩人在節目當中透露 結婚的時間已經有生小朋友的打算 不過一直努力接近9年才成功懷孕 當時陳麗麗否覆期間是任神毒血爆發 一度昏迷不醒差點中風 經過3小時後搶救 脫離生命危險 女女亦平安出生 除了生產期危險萬分 女女王希恩亦分享了曾經被同學取笑她媽媽的年紀大 而她亦窩心地為媽媽抱不平兼反擊 就說 對呀媽媽就在這裡不開心 我跟她說每次都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下次一看到她 我就罵她 董事的女女非常窩心地安慰媽媽 就說其實媽媽都不老 多美女 幸好黃澤芳和太太也沒有在意外人的閒言閒語 就說我們的字典裡沒有年紀大 保持健康體拍的話 可以做任何事一直努力 黃澤芳也透露自己的媽媽同樣是高齡產婦 陳麗麗也說自己的婆婆年紀較大仍然生育 即然我們的家庭也有這些例子的時間 我不覺得是什麼 只是平常事 我們只會顧及家族們的反應 不會你會外界怎樣想 我不是為了外界的人而生育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影響 以上來自雅虎新聞的報導 最重要是活得開心做自己想做的事 女女曾經被同學取笑她媽媽年紀大 女女相當懂事 相關的分享也成為網絡熱話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這幾個呢 然後再下節短片 要讓你更大